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一颗 这一颗已经在这个盒子里面敷了差不多两个礼拜 我们今天来检查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根系已经长得很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把它移出来 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它用在一个果冻杯里面 由于这一颗是属于非常小颗的可爱型的迷你品 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用小小杯来种它 我们再拧一下 好我回来了 我们在下面先放了一点点土 大约是在5cc到10cc左右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杯子里面的东西 直接把它拿出来 好 好 这一颗 这一颗 这个方法 好 好 有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定制好了 不过有个地方必须要先跟各位讲 由于它是属于高湿的环境在栽种的 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把它脱离高湿 我们暂停一下 刚刚讲过了 由于它是高湿环境在栽种的 所以我们不要让它脱离高湿 如果真的要脱离也要过一阵子 不是现在立刻 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大的 我们的水杯 水杯上面放一点点水 很少的水 然后标签放旁边 一样把它完全密封起来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移植 那这一棵将来它可能的话 我们还是会一直保持着一个高湿的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去种植它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 再来是我们之前种的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变动一下方法 我们检查一下 这几棵都已经有长的根了 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已经长的根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给它客气 直接把它想办法定直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做定直的动作 还是维持原来的概念 大概杯子里面呢 10cc到15cc左右的土 不用太多 好 这样一颗已经做好了 由于像它这个已经都已经发根了 然后做起来动作会很方便很顺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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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叶子 它会变形 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 把变形的叶子给种下去 不得已的时候呢 你还是得必须要把它给剥掉 好 还有一颗 好 本期報告 好了,我們就招到這裡 開始後,要用生物 很好用生物 真的,用生物 是下鍋了 对了 上上周有一个话有反应说 为什么在做动作的时候边做做做实际上的东西呢 并没有拍摄到 比如讲我现在在种这一颗花 然后我可能放在这边再种 因为我那时候这个姿势可能比较好做 等我做完以后才把它挪到画镜头内 因为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的镜头是一个架设在三角架上面的 那由于在作业的中间呢 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到 那就变成跑出镜头外面 然后让各位呢没有看到我在做什么 不过我会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那如果不小心这样子呢 那请各位多加包涵 谢谢各位 我们接着继续 我们会尽量把镜头呢放在 那我们作业的时候呢 把镜头呢能够尽量对准我在作业的地方 那有时候实在是没有注意到 就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要在臨上 我会尽量下我们下一次 就张个们在发动 我会尽量一下 如果不然这个要来 会尽量阻量一下 像这样子 我自己也接下来 大家可以尽量一下 屏幕 我想再加点 我就ceğim 接下來是這一顆 它已經被我悶了兩個禮拜以上 不過覺得它情況一直都不很好 今天來做最後檢查 看看是不是能夠繼續流 放棄好了 因為它的情況真的不好 接著是這一盒 它那個情況不是很好 因為已經也悶了一陣子 那情況一直都沒有改善 那沒有改善呢 我們就會想說不要了 有時候一直搶槍流 不出個好東西 現在給各位看到這一顆呢 就長得還可以 那我們會把它變動一下 我們現在來種它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根其實是很淺 所以很淺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太大 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直接就這樣把它種下去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呢 因為這個淺淺的 讓它在下面發展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定質的動作 OK 我們現在這個剛從那個高濕度的環境發的根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把它轉換到一般的圖裡面去 你必須要做一個過渡時間 我們待會再跟各位做一個示範 那這個動作其實已經做了很多次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再繼續跟各位不斷的學習製作 等我一下下 那我們把東西準備好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準備一個杯這個培養土 讓你的根呢 好像我們在沾那個 要油炸的東西一樣 把它沾上粉 好 那現在已經沾了差不多了 我們暫時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果凍杯 果凍杯裡面呢 一樣也是擺上這個 然後我們再把它倒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做另外一個動作 我們暫停一下 重複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剛剛沾的那個戒指 它的乾燥是非常乾燥 它的戒指是很乾燥的 所以我們待會要先用噴水的狀態 先讓它濕 好 我們現在找一顆 這個盆子在下面 主要就是不要讓水通通噴到處都是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盆子上面 給它噴濕 那因為水都會下去到下面的戒指 所以它下面的戒指會被它 弄濕了 然後要記得要稍微噴濕一點 好 現在把戒指弄濕了 然後呢 這個盆呢 你就可以看似要另外一個單獨的燜 或者是放在盆子裡面燜都可以 重點是因為它原來是高濕的環境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在高濕的環境 等到它的跟適應這個戒指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脫離了 接著是這兩顆它的跟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邊這個呢 它的跟已經發展得很好 這個呢 就跟得還不行 暫停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的動作 把它這樣子擺著 那我們現在找個戒指 它就好 但是它就好 好的 我現在會把它拉到 然後就好 把現在把握手行回來 它就好 再把它拉到 然後再讓它 然後再用切開 這裡 就好 不容易 對 好 那就可以了 这一颗呢 因为它的根已经长得蛮完整的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一点戒指 这样就可以了 剩下来就看时间吧 接着这一颗呢 我把它拉近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根已经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打算把它沾沾粉 继续种 至于这一片呢 很奇怪 它一直都没有孵出根来 我们要继续孵 那等一下 我们直接拿一些已经拌好的 撕的来做处理 就这样子 然后摆到焖箱里面去 等它根继续往下发展 一般来讲大概两周到三周吧 所以它还是要待在焖箱里一阵子时间 OK 这一颗这个叶子呢 因为我们已经放在焖箱里面很久 它都没有长出来 所以我们打算呢 直接给它插在土里面 我们的土还是一样维持不用太多 就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剩下的就看老天爷吧 大家好 我是Liddle One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15号 现在镜头这一颗呢 其实是一个蛮的受害者 什么问题呢 给各位稍微近距离看一下 有没有发觉到 外圆的叶子还蛮好看的 可是内圆的叶子已经不正常了 但是还在开花 所以我们必须要痛定失痛 砍掉它 我们先把镜头拉高一点 可能各位可以看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们找到最后来的饭 一个带戒方的叶子 就是有所长的叶子 很大 最后我觉得 52时间 我们用这个颗根 Schools 是不开的 我们要做这个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它頭斷掉了 鏡頭往下拉 各位有看到了齁 這邊根粉 很嚴重的根粉 不過我們現在根粉呢 必須要上藥的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不去上藥 先把它刷掉 然後呢 各位現在可以看得到斷頭的部分 OK,現在沒有問題 那我們讓它重新長它的中間的韌芽出來 長出韌芽以後呢 我們再來做調整 也就是說新出來韌芽呢 就不會有蠻這個問題 然後至於現在遭受蠻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 集中起來 它之前已經斷過頭了 它還這個樣子 好討厭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頭的部分呢 一些開花的那個花柱花芽 拔掉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高濕的環境 希望它能夠痛定失痛 決定改 改斜歸正吧 好,我們現在先把桌面整理一下 OK,我們先決定了 這個已經就這樣子 就不要再去動它了 然後讓它自然而然 再去長出新的 然後呢 這邊有幾個葉子 我們也打算不去動它 然後直接葉擦 像這個頭 斷掉它 好,這些都用葉擦的方式 可以不斷的練習 至於這個呢 我們就要把它敷出它的根出來 逼出它的根出來 好 各位現在看得到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黑洋土 因為已經漸漸的被我使用掉了 所以呢 土就比較少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可以在這上面繼續玩 好 這個呢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頭 我們呢 就把它 隨意 沒關係啦 這樣擺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一樣 高性怎麼擦 就怎麼擦 好,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把它給處理好了 那 裡面要給它高潮溼一下 所以呢 一樣 噴水 其實我覺得我家裡啊 我都蠻啊 蠻害很嚴重 嚴重到我自己都覺得受不了 現在鏡頭這一顆啊 其實有點麻煩 因為我覺得它在爛 可是呢 它中間又長出了新的 讓我一直覺得很困擾 讓我一直覺得很困擾 覺得有點奇怪這一顆 不過不管 我們就繼續給它種下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Vito Wang 今天是2018年12月23號 快要過完2018年了 2019年也快要來了 OK 我們今天繼續王龍的種種花 還是會不容易 不小心就掛掉 的 非洲井真的是挺脆弱的植物 那現在這兩盆空的 我待會會另外拿兩片葉子插下去 至於其他的 已經看到有些已經有小苗長出來了 這樣子種有個最大的缺點 缺點就是說 我們在 水的給 給水跟保持濕度 是很需要注意的 然後把鏡頭往下拉一點 各位可以從鏡頭現在看得到 這一顆 它已經小苗出來了 這顆也小苗出來了 這顆也是小苗出來了 其實在我看的話 出苗出了很多了 不過 出小苗 順便跟各位 講一下我個人的操作方式 一片葉子它會出很多的小苗 但小苗它有分強跟弱 好跟壞 所以一片葉子基本上我認為 我自己認為 大概留一苗到兩苗 頂多頂多三個苗就好了 不要超過三個以上 就是 你就要維持大約是兩個苗到三個苗 如果看到比較弱的 那就把那個摘掉 讓另外那兩隻 比如講說我們今天有一片葉子 好我們等一下 比如這一顆好了 這顆 這顆好了 我現在把鏡頭再往下盪一下 你們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我把它挪一下角度 好 這顆好了 這顆好了 好 以這顆來講 它目前看到的苗呢 是兩顆苗 那相對來講 兩顆苗你一定會有強跟弱 好 稍等一下 我們繼續 以這兩顆苗來講的話 兩顆苗出來 它一定會有強跟弱 那 你可以等到它這個苗長到 第二對葉子 甚至長到第三對葉子 來去研判說 這幾株苗它的強與弱 如果說 你一片葉子 鋪出來的苗 是一株或是兩株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好好的保養 好好的養它 苗多了 那相對來講 母業的負擔就過重 那過重的話 除非你的肥 以及說你的土裡面的肥料夠 那它可能發育都各個都很不錯 一般來講 在我個人的操作方式 我會選擇 一到兩苗為 就是我要培育的對象 那至於多的 也就是說 苗數比如說 三苗四苗五苗 OK不管 那我會把其他多餘的小苗剃掉 剃掉的意思就是 我拔掉我不要了 或者是說我放在旁邊 另外一個盆子 專門收集小苗的位置 讓它自己去長 它如果自己能長起來的話呢 那就讓它長 那它長不起來的話 就當肥料 為什麼這樣選擇 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片葉子 它能夠供給的養分是一定的 也就是說 母葉 母葉它能供給小苗的葉子 養分是一定的 如果說你給的小苗太多的話 相對來講 大家都不乾淨 大家都不 不這麼營養 也相對來講 大家都給的那個養分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長得更漂亮 那如果說 你一片葉子 像我找 我甚至 更早一點的話 我甚至會覺得說 我找一片葉子 我就寓一隻苗就可以了 因為 如果一片葉子 它固一隻苗的話 那個苗就可以長得很漂亮 那相對來講 如果你苗越多 你的苗 你的苗就越來越不漂亮 也長得不夠強壯 這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我們繼續 當然如果你有把握的話 你說 那我 我可不可以說 我要一片葉子 很多很多苗 那當然可以 相對來講 你也要考慮到 你能不能把這些苗 通通帶來長大 能不能長大 才是重點 OK 這邊有兩個空的 我待會會 看看哪裡有葉子 就直接丟進去 那現在在拿掛著 你看還是一樣 有些移過來了 雖然它已經長根了 不過它還是不行 它就弱化掉了 沒有辦法 但是有些就是長得很好 小梅也都出來了 OK 現在這一盆是另外一盆 這邊的粗的小梅 情況就比較 多一點點 還是會幾顆損失啊 不過也都還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顆 它的小苗就長得比較快 而且都已經出到第三對葉子出來了 這個也出到第三對了 那這顆就老掉了 不行了 有時候在移動的過程中 它就很容易就掛掉 好吧 那現在在鏡頭這邊呢 這一盆 長小梅的情況就 算比較多 還是有一片枯掉了 大部分都有出小苗了 有些已經弱化掉了 甚至枯掉了 我還是會繼續澆水下去 因為到時候我可能會 另外新插一片葉子下去 接下來這一盆呢 就比較有趣了 為什麼說它比較有趣 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用蓋子蓋著 所以呢 它的保濕的情況呢 就絕對像剛剛 不會跟剛剛那一樣 因為剛剛那個呢 是完全是open的 所以它的濕度是沒有辦法控管的 為什麼這次要這樣子做比較 其實比較的目的就是 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用悶的癢 跟開放的癢 它有很大的差異度 悶的癢 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現在打開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它的小苗情況會特別的感覺 很明顯的健康很多 因為它濕度高 所以它小苗相對來講 相對而言 就很健康 可是像剛剛那種開放的話 不是說它小苗就不健康 而是它小苗變得比較 在求生狀態下來講 它會比較困難 然後也比較不那麼的水潤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有些小苗 然後像這個不是小苗 這已經是大的了 你看這顆原來是 因為它的旁邊的葉子 都已經很老了 那我因為 因為顧及到我想要保存這一株 所以我把它在裡面悶 你看悶到現在你看很漂亮 我待會兒會把它考慮 要不要移出來 你看這個 甚至你可以看到 我把鏡頭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這些 你會覺得說它很健康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講說 非洲錦要悶 因為你越悶癢的話 對它而言的話 越悠 可是相對來講 悶它有另外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也就是說當你悶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它透透氣 甚至說等到你改天 你要把它放出來的時候 放風啊 你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放風 才能夠讓它到一般的環境 否則那個非洲錦它會很虛 因為它已經習慣在一個潮濕 高濕度的環境生存 你今天如果說你 一定要把它挪出來 你要考慮到它能不能夠 慢慢的漸進式開開 像這一顆 我就覺得它應該可以準備移出來了 OK 那我們現在拿到另外一盒 各位可以看得到 之前看到那幾個移到外面來的 那它的苗呢 長的就沒有像這邊這個苗呢 的清脆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有的葉子呢 還是會老掉 那老掉是不要緊的 就拿掉吧 因為畢竟有些葉子在 即使它發根 也不代表說它一定能夠 生長下去 你看這個 它的小苗都出來了 它還是老化掉 小苗在這裡 還是沒辦法 存不下去了 所以呢 不是長的根 或者長的苗 它就一定OK 還是要努力 對了 那有個網友問我說 我這個夾子是哪來的 鐵夾子 其實這是一個鑷子 這是一般人在掏耳朵用的鑷子 那這個掏耳朵的鑷子 它是屬於比較細長型的 實際它的長度大概在10公分左右 它的寬度大概是0.5公分 尾端這邊是0.5公分 那這邊的尾端呢 大約是在2到3mm 它是屬於尖銳型的 很適合在裡面掏圖啊 或者是夾什麼東西的 很方便 如果朋友們你們有發現到更好的東西 我們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記著你要悶癢的東西 每一個禮拜都得要出來 尋一尋 看一看 不管是澆水也好 觀察一下也好 好 我們這盆這樣工作完畢 看來這盆 各位有沒有注意 這一盒有沒有注意到 它上面很多水器 其實水器越多 相對來講 這裡面的實度是最高的 我們也是希望它水器多 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小苗 這裡兩顆 這裡也有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它平均來講 小苗長的情況都蠻優的 這個的話就更優了 我們拿過來一點 這個有沒有 小苗都長出來了 所以只要你 給它一個正常的環境 適當的環境 它就一定能夠 很快速的就長出來 但是如果說你一定要在一個 我們正常 我們的那個室溫下 沒有那個情況下 你要讓它長出小苗 其實是比較 不容易 但不是說絕對不會 那我們是講說 如果你在敷養的狀態下的話 或者是 水擦 夜擦 甚至說我們這種土叉 三合一的 如果你能悶的話 對它來講 是較為容易出苗跟長根的 我覺得是以水來講的話 是最容易 而且最好做的 不過它有個另外一個致命傷 就是它的養分不足夠 你相對來講 你給它養分的話 它很容易就潰爛掉 你看 你看種了這麼多 它還是一樣會有爛掉 還是會爛掉 各位看 這是在鏡頭 這一個呢 是一個花有送我的一顆 那時候呢 我發覺它頭長得不太好 我有曾經剃過 在兩個禮拜前 那剃過以後呢 我發覺 剃下來頭 我本來想說 翻翻看 癢癢看 看能不能長大 結果又沒有癢成功 那後來剃完頭以後 它又長出來了 又長了幾個頭 接近六個頭 所以我打算這一次呢 就不要那麼早的踢 再晚一點 等它葉子長到第二隊 或是第三隊的時候再來踢 那相對來講 對母豬而言 它也是一點負擔 那也可能要看母豬 能不能夠的養分 這顆很棒 這顆真的很棒 名字是這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看 這樣子可能看不到 這是它的名字 很棒 應該摘兩片葉子 來先把它做育苗的動作 免得到時候 不小心被我玩死 其實我現在要跟各位報告 我真的不是很會玩非洲景 我只是很愛玩而已 常常把它玩死掉是真的 我們來剃它兩片葉子來玩玩 不要我上次已經剃過了 所以先不要 對我上次有剃過 OK 那先不要剃 等這幾個小苗出來再來找 好到這裡 給各位看 雖然每天在很仔細 很細心的照顧 也不能說每天 你有時候白天忙得很晚 晚上就沒有在看 這個一個禮拜 沒注意 有沒有 爛掉 我判斷了 前幾天突然有一個寒流過來 它受不了了 就整個就這樣 報銷 那像這一盆 各位一看就知道 它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沒辦法啦 只能夠修 我看出來它為什麼不健康 因為它有根粉 因為這個季節 損失都是有正常的 我們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好了 這個就不要救了 為什麼說這顆不要救了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下面的根粉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根粉 那為什麼說不要救 因為這個算是很一般的品種 其實上 不需要 那當然如果你要練功 或者是說 你要做其他的練習的話 當然是可以 嘗試的救救它 好 我們今天以這顆植樹 來做一個模擬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得到了根粉 你該怎麼處理 基本上呢 這種叫動作叫做 死馬當活馬衣 好 我們注意到 我現在那個切下來的 都已經完全是整個壞掉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看 我們到底上面 到什麼程度 是好的 如果切到 到上面 它還是一樣是爛的話 這顆的救回來的機會 就已經 不這麼高了 好 我跟各位講 這顆真的是沒辦法 你看到沒有 它已經到了最上面這一端了 其實你就算你想救它 也是要很難 很困難 有沒有 這個地方它都已經爛掉了 如果說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我認為 放棄是沒辦法的 沒辦法 不得不放棄 不過如果說你還是覺得 嗯 我要努力 我要練功 那我們來試試看 努力看看 練功練看看 像這樣我已經扒到已經 把它去到 快要到頂牙去了 頂牙只剩下一對到兩對 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 中間那個 應該講就是說 那個 金的部分 它是已經褐色的 也就是說 這整株 它已經被病菌傳染到 到上面去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 在努力 基本上是無 無用的 好 放棄 這必須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有時候你要救的話 你得要看看這個蜘蛛 有沒有辦法那個條件讓你救 因為沒辦法 你就是沒有辦法 別浪費你太多的寶貴時間 好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家最近那個 記碼蠻多的 那之前呢 我曾經有跟花友分享過一些 一些就是補記碼的那個 年輕記碼那個 貼紙 那我發覺到已經黏很久了 它現在可能已經失效了 所以發覺記碼已經快要失控了 所以我最近兩天我有去買這一片 它是一份裡面 它是有五片 那 我有試拆過 拆過以後 我發覺它這個 這個指板呢 很薄 所以呢 我有把它加工一下 加工成像這樣子 也就是在我的指板後面呢 我有貼後指板 貼後指板 貼後指板以外呢 我在這個位置呢 我有打兩個洞 待會要懸掉 那我先拿我的 原來的掛的那個板 給各位看一下 好 我把我舊的板子拆開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上面 很恐怖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拉低 給各位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非常恐怖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如果說 有必要的話 你應該要裝這種 柚紋的 包括一些這種小技馬 蟲 通通會增上去 其實這很有黏性 好吧 替換掉 我這是另外一片 我總共裝了兩片 這個尺寸 大概是 20公分的 長度 10公分的 寬度 各位可以欣賞欣賞 OK好 OK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 我們這個新的做這個 補紋板呢 把它準備一下 那我把鏡頭拉高一點 讓各位可以了解 我們在弄 因為它兩個是站在一起 待會下面這部分 我們還得要把它剪開 嗯 還黏得不太好耶 這片的技術不好 好 看起来它后面这个 它没办法粘住它 好吧 放弃它吧 我知道了 因为它的板子本身上面是有油的 所以我用双面胶带粘 它是粘不住的 好 不要紧 我们这部分就先跳过 再到另外一个阶段 好 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剪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后面的绑钩子 我们会用这个东西 做成钩子 完成做成钩子 我們第一個做好了 再給各位看 這其實就是一般的 那個 原藝店有賣的那種 小的細的鐵線 它外面有套塑膠管 好,暫停一下 我現在帶各位看一下 我怎麼樣把那個 幼銀蟲 黏板怎麼裝上去的 來,各位看一下 我就是這樣掛在 我的那個層架上面 當然你可以掛在不同地方 那我是掛在最高的這個地方 然後它因為都是有燈光 所以它可以吸引它 聽說它上面是有那個 右耳劑啊,所以就 試試看吧 接下來給各位看的這一顆呢 這就是剛剛跟各位在討論 就是我另外一顆 那個頭,然後被我 切下來,那我 把它 放在這邊 種 目前看起來情況還蠻優的 所以我想應該是 長了 應該是成功了吧 我再把它那顆母豬拿來 給各位看一下 母豬是這樣子的 原來母豬的頭呢 我把它剁下來 切下來我有分兩個地方 一個是放在這裡 一個是放在另外一個那個水耕裡面 可是我發覺水耕那邊就失敗了 可能是養分的關係 OK,我們現在看這顆 這裡面 這裡面呢,事實上它是有 戒指的 當初先是水耕,水耕以後發 發了耕出來以後呢 我就把它移到這邊來 那現在發現 那現在發現到它這樣子呢 已經有成功了 所以各位看得到 它的根是已經砸下來了 而且旁邊已經長了好幾顆頭了 所以應該是 沒問題了 不過我發覺這顆好像要悶癢 因為悶癢 你看我這顆悶癢悶到它的旁邊 葉子的頂端都已經分出 分泌出它的水分了 這代表這邊濕度夠高了 OK 如果你一旦發覺你葉子已經在分泌水的話 就不要再澆水了 因為那樣的水分會過多 接下來給各位看這顆 這個是我兩個禮拜前 一個禮拜前我把頭剁掉 兩個禮拜前把頭剁掉了 那個頭通通長在一起 結果我就把頭剁掉讓它長 各位注意到了沒有 它現在目前是出了三個頭 三個頭 跟我們在剛剛前頭在講的 也就是說當你在葉叉的時候 你一定會出苗 那你出苗的話 看你出了幾個苗 我們剛剛談論到出幾個苗 你要留幾個苗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相對來講 如果你今天剃頭 剛剛我們講剃頭 把頭中間的主感給剃掉了 那它長出來 是不是跟你發小牙是一樣的意思 那現在發小牙的意思呢 就是要一樣面臨到一個問題 誰健康 誰不健康 留誰取決誰 好我們現在給各位看一下這一顆 我把它距離放近一點 如果你是你 你會想留哪一個 然後你會想把哪一個剃掉 好我們現在以這顆而言 這個苗會留 這個苗也會留 這個會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看起來呢 它的強勢 頂端強勢 有出來了 這個呢 他們倆會在競爭 那第三個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搶他們的養分 所以呢 我也給各位一個建議 就是第三個就不要了 我們再停一下 有時候人年齡大了 沒辦法 該換腦花眼就換腦花眼 好 來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先把燈光再近一點 讓亮度給各位看得更清楚一點 這邊我們剛剛已經解釋了 我看看 這裡是一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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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還有一個苗 總共是三個苗 可是我發覺這個跟這個 似乎是無關聯的 也就是說可能是單獨的一頁子 不管它 我們先留著 這個不要了 它是屬於弱勢的 我們就不要它了 那這個呢 也不要 剃掉它 現在目前呢 我們就留這個跟這個 為什麼這麼做呢 剛剛已經解釋了 就是我們 這有一點點小牙 通通拿掉 我們要留出 強壯的 讓它延續 這一株母株的生命 因為你強株上來 它才能延續出去 如果說你同樣都是 好幾顆一隻 同樣同時在留的話 會影響到它的生長式 那相對來講 現在目前看到是兩個 對不對 那我們要看到 下一個階段 也就是說可能它 兩周後 它出現第二對葉子的時候 看它長況怎麼樣 如果兩個都還差不多的話 就繼續留 如果其中有個變弱的 譬如講它變弱勢 它變強的 那就把弱勢拿掉 強的繼續留 一直長下來 好 好 同樣的問題 我們剛剛也 剛剛那顆已經解決了 對不對 那現在這一顆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一個芽 這個一個芽 這裡還有一個芽 那看得出來 這個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這邊 再有一片葉子 頂住它這個芽長大 所以我會給各位建議 把這個拔掉 拔掉至於你要葉擦什麼 那另外再做 為什麼要拔掉 拔掉就是不要影響 這一個芽的長大 那現在你可以看得出 很明顯 一二三三個芽 這個不要 這個呢 看起來也是有點弱弱的 因為現在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它很強勢 它已經兩片葉子這麼大 它的葉子這麼小 所以它也不要摘掉 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摘到這邊 這邊下面又一顆 一樣不要摘掉 那現在就只剩下它 唯一顆 所以它會營養最多 就是這樣的結果 然後也是這樣操作 如果當你在種的時候 不管是用葉擦去發芽 或者是用剃頭的方式 你都會遇到說你的芽的問題 一旦芽越多 你就越要去剃 如果你不剃的話 整個植株就是亂七八糟 當然啦 你也考慮到你的植株是屬於哪一款的 懸垂的話 你就不用再剃了 因為它本身就是這樣的 一到處長 到處長一直長 那現在給各位看這一顆呢 這就叫慘難 為什麼呢 那上禮拜呢 還很正常 這禮拜就不行了 給各位看 全部爛掉 很快速 這個也是啊 冬天過的時候 沒有好好過 就掛了 沒有關係啊 只是給各位看一下 有時候 我們在照顧的時候 必須要小心 沒有辦法